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短片 二次元晚转地球,奇形怪状的森林中 一只五颜六色的变异文字 带我们领略着这个世界,然后就鬼屁了 两个彩色小人走了出来 红色小人被地上的什么东西绊倒了 起身一看竟然是个播放器 按下播放之后,一个男人的脸出现逐渐罢评 他说他叫约翰,今天是2015年的8月14日 今天早上,有一只外星舰队出现在爱丁堡上空 他和室友麦克来看这个奇观 突然舰队有了反应,开始向地面发射某种子弹 这些五颜六色的子弹落地之后 竟然都成了一个个小怪兽 还有一只蹲在麦克的头上 整个山上都遍布着他们的身影 人们对怪兽们感到好奇,也觉得他们很可爱 纷纷和他们打着招呼 两周后,人们都习惯了有这些怪兽的生活 并且给他们齐名土恩 把他们送到这里的飞船已经飞走了 似乎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所以土恩们只能留下 更何况,他们这么可爱 和人类相处的也很愉快 不过仍然有一些人抵制他们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圣诞节 这是土恩的第一个圣诞节 他们正在快乐地布置圣诞树 但是由于树顶太高,他们够不到 没有办法放上装饰品 迈克一把抓起一只土恩,放了上去 嗯,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转眼又到了土恩来地球一年的日子 迈克带他们去了开尔顿山 约翰则在家为他们准备惊喜拍对 听到动静后,他们立马关灯 给土恩们来了个惊喜 所有人都非常开心的玩风了 迈克却发现,大门在深夜被打开了 土恩们也不知去向 电脑上还有搜索过凯尔顿山的记录 突然房子开始震动 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兄弟立刻出门查看 才发现城市已经成了废墟 巨大的怪物在摧毁这里 他们躲进了一个生物学家的房子 他一直以来都在研究土恩 他们有不死之身,也不怕痛 新闻里播报着全国各地 发生了巨型生物攻击人类的事件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土恩 但只有部分土恩受到感染发狂 生物学家说他们肯定都是雌性 因为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他们在特定季节会出现生理变化 以便繁衍后代 突然房子里的土恩袭击了他们 并且正在逐渐变大 将生物学家统化成了土恩 这个变化过程真的有点恐怖啊 他们瞬间明白了 土恩就是依靠将人类变成同类来繁殖的 于是两兄弟决定去凯尔顿山 找自己养的土恩 你说,你们这不叫作死叫啥 其中一个土恩晕倒在草地上 并且突然开始变异 麦克还想感化他 结果还是被一口痰喷死了 约翰也没能幸免于难 原来眼前的两个彩色小人 就是这两兄弟变的 两兄弟看完这个视频都崩溃的大叫 然而现在整个地球 都已经变成了彩色斑斓的模样 好了,今天的电影机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变身哦 科幻证件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内容 下期见啦